女孩只是发短信让同桌赶紧去死 谁知第二天同桌竟真的死了 她有些不安 因为平时她就喜欢跟班上的同学一起欺负对方 这下同桌真的死了 班上的所有人都炸开了锅 因为据说对方是卧鬼自杀 死的时候双腿都被碾得粉碎 大家有些心虚 因此一个个全都退出了班级群 然而老师明明知道事情的真相 可她却为了学校的名声 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尽管如此女孩还是有些不安 甚至同学们都放学了她还坐在原地没有动态 再加上时间很快就来到了当天晚上 老师也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 不曾想就在这时 女孩却发短信让她去教室一趟 她明白对方肯定是为了同桌的事 于是想都没想就前往了教室 可等老师刚一进门 平日里都好好的电灯 此刻却怎么也打不开 但好在很快她就发现了不远处的女孩 只见对方用双手撑着脑袋 怎么看都是很内疚的样子 老师想要劝女孩不要多想 可紧接着客桌下就传来了水流声 见女孩迟迟不肯抬头 老师也有点害怕了 可为了搞清楚那阵水流声到底是什么 她便缓缓将视线移到了客桌底下 谁知下一秒 女孩的腿上居然流出了大量的鲜血 老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可再等她仔细一看 眼前这个所谓的女孩 居然正是死去的同桌 这下老师可傻眼了 只见对方的脸上沾满了鲜血 紧接着二话没说就站起了身来 谁知下一秒 先生 而随着惨叫声的响起 同桌又换上了老师的双腿 可看她走路的样子依旧非常别扭 大概是这双腿也不适合她吧 但是没关系 因为班上还有几十个同学的腿 可以挨个让她是个别扭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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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